今天起的還算早 沒有賴床 因為我等一下10點要給學生上一個語音課 所以不敢賴床 現在呢我要準備吃早餐 其實我很佩服那些每次早起給自己做精緻早餐的人 因為以我這種大懶蟲的本性 我能夠早起給自己煎兩顆蛋 我都覺得要給自己拍拍手 可能是因為我每次吃完早餐之後就要去給學生上課 所以沒有那個閒暇心思去想說要做美美的早餐啊什麼 可能久久一次的話可以啦 久久一次吃個精緻早餐也算是一個很好的儀式感 但是如果要說每一天都這樣子去做 然後還要洗還要準備的話 我真的覺得 我沒有那個耐心 所以 好好的多睡半個小時 難道不香嗎 為什麼要這樣折磨自己的 好啦以上純屬個人觀點 OK 我還是有時候啦 偶爾還是會給自己做精緻早餐的 OK 我剛剛換了件衣服 然後稍微捯持了一下自己 現在要準備去上課了 但是因為關係到課程的內容還有學生隱私的關係 所以我就不方便帶大家去體驗我上課的過程啦 就等我上完課後再跟大家見面吧 掰掰 嗨我上完課了 今天呢就只有早上10點到12點這一個階段的課而已 所以我就想說趁今天比較有時間就把我的房間給收拾一下 你看我的書桌這個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亂 你看這邊還有 欸哪裡 這邊還有一點點那個乾花碎 就很髒 我覺得 我再不打掃房間的話 我應該很快就會被我媽趕出門 趁今天有時間趕緊清掉它吧 Let's go 天貓精靈 我在你說 連接藍牙 藍牙連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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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非常典型的網課還有work from home的打扮 上半身呢都會穿一件稍微好看一點的上衣 然後下半身呢都是這種短褲運動褲 我剛洗完澡 然後我現在又坐在電腦前面了 因為我之後打算做一個關於口語表達邏輯與思維訓練的這種公開分享會 然後我現在就要把到時候會用到的powerpoint給它做出來 因為我如果今天再不把這個powerpoint趕出來的話 我怕我來不及去做這個分享 給你們看一下我暫定的這個分享會的海報 你看 這個呢就是我目前暫定的分享會的poster 然後呢我的主題就叫做話敵為友 寓意呢就是去把自己最害怕的說話 從敵人變成朋友去克服自己在表達時候的恐懼 那我相信你們在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這個分享會是已經公開宣傳了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把這個分享會報名的link放在description那邊 你們可以去點擊報名 又或者是到talkboxstudio的instagram去關注更多的詳情 那我們先去忙啦 掰掰 我們現在又來大鬧廚房了 現在我想要嘗試挑戰一下前段時間 我在抖音上面看到的一個很特別的料理 叫做雪碧拌麵 我實在想像不到雪碧拌麵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味道啦 所以今天就想說來挑戰一下 Let's go 好啦沒有夠到 我們現在切蒜 OK這裡就是我們會用到的一些食材 有這個白芝麻 然後小米辣蒜頭 然後這個香菜是最後的時候下的 這個是乾碟 就是辣椒粉這樣子的東西 有一個很香的花椒跟麻椒的味道 這是醋 然後還有烤乾嘛 再有這個生抽 再來重頭戲就是 登登!雪碧! 然後因為它是拌麵來的 所以呢我們不需要開火 只需要去把這個油熱了 等一下澆下去做拌麵就可以了 等一下澆下去做拌麵就可以了 登登! 這是我的成品 哇看起來好像酸酸辣辣的 很好吃咧 我們來試吃一口 其實吃不太到雪碧的味道 嗯 有一點甜甜的味道喔 就感覺可能你煮麵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放糖 可是這個雪碧就代替了它這樣子 然後什麼味道 嗯? 涼皮 有點像涼皮的感覺 但是涼皮比較鹹 是好吃的 沒有彩雷大家 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試試看做 你們去投影搜搜 雪碧拌麵應該就有很多食譜啊 跟著做就好了 10分的話 我應該可以給到8到9分吧 好吃 OK 我剛剛洗完碗 然後就突然想說 要不然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前段時間接種完疫苗的一個小小的心得 我先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我的情況 我接種的是美國的輝瑞疫苗 也就是Pfizer 然後我是在5月27號那天接種完第二劑疫苗的 首先大家可能會好奇說 為什麼我這個20幾歲的年輕人 可以這麼快的就優先接種疫苗 事情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的親戚家裡是開安老院的 然後我前段時間呢 就有在這個安老院那邊幫忙做義工啊 做part time員工這樣子 然後就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政府正在推行這個疫苗接種計劃的時候 安老院就統一把所有的老人還有員工的名單 都上交給這個衛生部 希望能夠讓衛生部可以盡快安排讓安老院接種疫苗 我們也是在上個月吧 就不久前才收到通知說 哦 安老院現在可以接種疫苗了 然後我就非常幸運的在這份員工的名單裡面 所以我就獲得了這所謂的優先接種權 那我記得我剛剛打完第一劑疫苗的時候呢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適感 只是打針的這個地方就手臂會有一點痛這樣子而已 也沒有發燒也沒有頭痛等等的 第一劑跟第二劑之間是間隔了21天嘛 呃 我在打完第二劑之後的所謂的副作用的這些症狀呢 就稍微來說比較明顯一點 我記得我打完第二劑疫苗的時候 並沒有什麼症狀 只是覺得哦 手臂就打針的這個地方有點痛這樣子而已 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6點多的時候 我醒來就明顯感覺到整個人很虛弱 沒有發燒 但是我這樣子去觸碰手的這些皮膚的時候 會明顯的有那種感冒才會有的皮膚的刺痛感 然後我也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一直到中午12點多 我給學生上完課 就很明顯的感覺到開始發燒 整個人就更加的虛弱 然後這個皮膚的刺痛感呢 也變得更加的嚴重一點點 我就吃完午餐之後 然後就吃了那個護士給的止痛藥 就昏睡過去了 午覺醒來過後呢 所有的症狀都已經退去了 包括發燒也沒有了 然後這個皮膚的刺痛感也沒有了 手臂這邊呢 摸起來會有一點腫 但是已經開始不痛了 可能是因為吃了止痛藥的關係 那其實我本來就有聽說 第二劑的副作用 會相對來說更加明顯一點點 那我在安老院那邊的同事 年紀跟我差不多 就這種二十幾歲的同事呢 症狀基本上都跟我差不多 也就是虛弱啊發燒這樣子而已 其他的像我的舅母 他們四十歲以上的這些員工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最多最多就是手臂痛而已哦 連發燒這些症狀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大家 如果有機會去接種疫苗的話 真的可以放心的去 可能大家會比較猶豫說 該不該帶家裡的老人去接種這個疫苗 其實要我說的話 沒有什麼猶豫的啦 因為像我的外婆她今年七十五歲 也是在前不久剛剛接種完第二劑疫苗 而且在接種完第二劑之後 絲毫沒有什麼明顯的症狀 也就是最多最多也是手臂痛而已 連像我這種發燒啊 頭痛的這種現象都沒有 相比之下他們老年人 接種完疫苗之後的整個狀態 反而還比我們年輕人來得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盡可能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 讓家裡的老年人去接種疫苗 畢竟他們是屬於高危群體嘛 那當然不只是這些老年人而已 我覺得所有的人 只要得到了這個接種疫苗的機會 都應該好好的珍惜 不要去放鴿子 也不要去排斥某個國家的 或是品牌的這個疫苗 你知道其實一個群體要做到80%的人 都接種了疫苗之後 才能夠達到群體免疫的這個效果 而我們國家現在的進度只有3% 所以你們想如果每一個人都在猶豫 每一個人都在推脫說 不要接種這個疫苗等別人打了之後 再來看自己要不要打的話 那我們國家的進度永遠都這麼慢 我們就永遠都沒有辦法 儘快的恢復正常的持續 所以真的真的 我在這裡跟大家Lolibas說了這麼多呢 就是想要希望大家能夠正視這個接種疫苗的問題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爭取 並且好好珍惜自己接種疫苗的機會 OK? 好! 那講了這麼多 我覺得今天這個影片也是時候應該結束了 不然就算我不結束的話 你們很快也要跳出去不要看我的影片了 所以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的影片 也希望我的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所以喜歡的話記得幫我 記得按讚、訂閱、訂閱、分享 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拜拜 拜拜 婆婆 你打完疫苗了過後有沒有不舒服? 沒有什麼不舒服 身體很冷 發熱氣這樣 發熱氣這樣 然後人很累 所以那個針孔打那邊就有點痛 手痛 手痛 後來疼了 休息了 一個刀就捨起來 就沒有了那種感覺 可是那手痛還是繼續痛了三天 手痛不好啦 沒有發燒啊 頭暈啊 頭痛這些有沒有 沒有啦 其他情況沒有 你打疫苗之前你會怕嗎 真怕啦 將來都有人問的 你這樣打來又這樣那樣 然後現在打了欸 有沒有比較放心 打了比較安心咯 不怕 沒有這樣怕拷染到咯 你看 這樣你會不會鼓勵 像你這樣60歲以上啊 老年人去打疫苗 當然鼓勵啦 打了安全嘛 你看 放出來 110歲就去打 九十多次去打 110都打 嗯 開心啊打了 開心 不不不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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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